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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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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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啊 跑啊 站住 赵德 你很厉害嘛 居然敢逃狱 剑队长 你为什么骗我 骗我说只管个三五年 你却判我个死刑 那我死了 我的孩子怎么办 我骗你 杀人成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我怎么会骗你 我没有杀人 你们为什么就不能放了我 放了你 好 我给你一次机会 只要你能逃过我手下的这些枪 我就放了 你们这么多枪 我怎么逃啊 这可是你唯一的机会 赵德 你赌还是不赌啊 好 我赌 不 我想枪 然后倒数十个数 十 九 八 一 追 快点 追 快快快快 快 快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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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追快追 周阿德 这可是你自寻死路 怪不得我 钱队长 你为什么非要置我于死地不可 好 既然你都要死了 那我就让你做个明白鬼 省得到了阎王爷那儿找错了对象 听好了 是虎爷让你死的 虎爷 这是我我爷的生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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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 这怎么办 下山找啊 是 你说了 只要还活着 哥杀勿论 是 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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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爹 怎么了 怎么了 我刚才 梦 梦到我爹 被 被人开枪 打死了 没事的 只不过是一个梦嘛 甭管你在梦里面见到什么 都只是一个梦 不是真的 可是 我 为什么会做这个梦 就是因为你这个小脑袋呀 一天到晚胡思乱想 才梦到这种乱七八糟的梦 没事了 还早 啊 再睡一会儿 再睡一会儿 小春叔叔 我爹不会有事吧 放心 你爹绝对不会有事 如果你爹有事 我就叫你爹 但是我绝对不会叫你爹的 因为你爹不会有事的 赶快睡吧 啊 幸好还有苦气儿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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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伤成这样 该不是 你和我一样 是从上面摔下来的 是 快点找找 仔细搜啊 那边那边那边 这边也没有啊 都仔细点 那边那个 去那边 是 我的天哪 这个赵阿德 还真是不要命的主啊 快 四处找找 是 是 那边去看看 那边去看看 都给我找仔细点啊 是 好的 上面上面 快点快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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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开门 边去看看 刁文 我问你 今天在山谷间 有没有发现一个受伤的逃犯 什么 什么逃犯 我今天根本就没出门 真没有 我告诉你 这个逃犯可是个杀人要犯 你要是敢收留它 你也会没命的 我今天根本就没出门 不知道有什么逃犯 可这整个山底下 只有你一户人家 怎么着我也得搜搜吧 给我搜 是 是 大头 要是被我搜出来 这性质可就不一样了 报复队长 令人没人 没人 我告诉你 如果发现什么可疑人物 立刻报警 知道吗 知道知道 走 好的 你 小心 你 来 你 来 你 来 他们说你是杀人的逃犯 不 不 我是被虎爷和前流长陷害的 虎爷 你是说那个开拳馆的虎爷 怎么你认识他 你先说说你跟他的恩怨 他为什么要害你 我是赵阿德 在虎爷的拳馆里 替他打拳 小春 小春 怎么样 我和玲珑去想办法 把阿德弄出来 他藏身的地方你找到了吗 我小春办事 你田嫂放心吧 这可不是小事 一个弄不好 整个大院的人 个个都要遭殃的 田嫂你放心了 你要对我有点信心 虽然我平时我做事 这个有点不知轻重 但是在这种生死攸关的一刻 我绝对不会乱来 一定办得脱脱当当的 最好是这样 小春 阿德出来之后 就把他带到 警察局附近一间 没有人住的废宅子 这样比较安全 知道了 警察呢 你们几个围在这儿 计划什么呢 是不是密谋 如何营救赵阿德啊 剑队长 您这话我们就听不懂了 阿德被积极实实地 关在牢里 就凭我们大院 这些老弱妇孺 我们能做什么 对啊 你不要装作 什么都不知情的样子 我实话告诉你 赵阿德昨天越狱了 你要是聪明的话 就赶紧给我把赵阿德 交出来 阿德越狱了 没错 而且我有充分的理由怀疑 是你们几个接应的赵阿德 我甚至怀疑 赵阿德现在就在 田家大院里 前队长 虽然您贵为队长 您也不能随便诬赖 我们这些老百姓了 对啊 田小姐 我发现你真是 越来越能巧言善变了 时不是诬赖 马上就清楚 陈可 给我送 走 你们 前队长 你也是知道的 我们这些小老百姓 再这么大胆 也不敢跟你们作对啊 对啊 这阿德他再笨 也不会笨到 猜不到你们会到这儿来找他 再聪明的人 也有犯傻的时候 更何况这个赵阿德 也聪明不到哪儿去 前队长 这是这些话 赵阿德真的没有回来 你想想 现在外面风声那么紧 既然他冤极了 当然是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躲起来了嘛 怎么会回来这里 刺头罗瓦啊 你们说是不是 对啊 是啊 再说了 以我对阿德的认识 他根本不可能杀人 这其中一定有误会 误会 他是自己按手印划压的 怎么会是误会呢 你说这话 是不是想暗示什么 我没这个意思啊 华人 把我丁还给我 把我丁还给我 前队长 不好意思啊 小孩怎么点事啊 他怎么回事 不懂事 不懂事就完了 我 我看你 别急 报告队长 找不到赵阿德 队长你看 是不是啊 我说没回来嘛 他真没回来 是 好 这回我就暂时先信了你们 不过我警告你们 只要有赵阿德的消息 立刻给我回报 不然的话 我视你们为共犯 守队 哎 慢走啊 慢走队长 嗯 哎 慢走慢走慢走 怎么办 这怎么办 这 田嫂 阿德越狱了 你说他 这里又不认识人 跑到哪里去啊 孩子在这儿 他一定会回来的 我现在就怕他回来 被前队长逮个正着 反正我们得 先找到阿德才行啊 现在怎么办 田小姐 虎爷请你过去一趟 虎爷找我 麻烦你转告虎爷一声 我马上就过去 快点 我们得尽快想办法 找到阿德 我再去找虎爷 看能不能请他帮忙 好 我现在就跟玲珑分头去找 我们赶快 田嫂 小心点啊 好 你先回屋去 走 乖 事情的经过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我想虎爷之所以要除掉我 大概是怀疑我 知道阿强的死和他有关 没想到他的阴狠个性 一点都没变 害了我还不够 还要害你呀 虎爷也害过你 我要不是认识那狼心狗肺 丧心病狂 妄恩负义 连禽兽多不如的家伙 我今天也不会窝在这山谷里啊 您跟虎爷有什么瓜哥 我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全败他之刺 十年前啊 我是这儿有名的富豪 就是因为一时好心救了个人 才落到今天这个下场 那这是虎爷害的 从前啊 我有一家拳馆 也有一家医馆 平时 我是医馆的大夫 无聊的时候 就会到拳馆去打打拳 有一天 我打拳回来的路上 看见一个快死了的人 就把他带回来治疗 虽然救活了他一条命 但是在他的左腿上 还是留下了终身的遗憾 我看他可怜 这人挺能干的 为人又好 所以 就把拳馆交给他管理 那这个人就是虎爷 没错 就是虎爷 自从我的拳馆 交给他管理以后 他管理的确实很好 不过 有一天 我意外地发现 他竟然是一个通缉犯 通缉犯 是 他在别处杀了人 逃到上海来的 我发现他的秘密以后啊 一连考虑了好几个晚上 到底要不要 把他送到警察局 心里很犹豫 我也是 因为一时心软 决定还是继续收留他 替他暂时保守秘密 没想到 他就利用我对他的 心软 蚕食 惊吹我的财产 我被逼得走投无路 跳下山崖去寻死 也是苍天垂帘 留下了我一条命 苟延残喘 我活着 就是为了有一天揭发他的真面目 问题是虎爷现在财大师大 连前队长都听他的 要揭发他的真面目 只怕没有那么容易 我有他的不法证据 不法的证据 如果他还住在我原来老宅的话 后院的墙角 一棵大树 树下 藏着一个小盒子 这里面 装着通缉虎爷的通缉文告 你只要找到通缉虎爷的文告 那就是合法的证据呀 想不到 虎爷居然是个通缉犯 老爷 田小姐来了 我看到了 田小姐 请坐请坐 好 你先下去 是 田小姐 这赵阿德认罪了 我听钱队长说了 可我就是不懂 阿德他明明没杀人 他干嘛要认罪呢 那你怀疑什么 我在想 会不会是钱队长去打成招 所以逼得阿德不得不认罪 可杀人是死罪 他为了活命只好逃狱 你看 我就欣赏你这种个性 人豪爽 不做作 反应又快 头脑又灵活 人又漂亮 我们不是在讨论阿德的事吗 怎么扯到我头上了 因为 我欣赏你 跟救不救阿德 是绝对有关系的 虎爷 您别开玩笑了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啊 其实啊 阿德 这次认了罪 绝对是死罪一条 再加上 他现在逃狱了 这案件 真棘手啊 我也知道 以阿德现在的情况来看 想要救他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我是绝对没有这个本事 所以 只能指望虎爷您了 你错了 你绝对有这个本事 我能救他 要怎么救你快说 庄小姐 你要明白 我可是个生意人 做什么事情都是将本求利 我绝对不做亏本的事情 你要多少钱 我想办法筹 只要你说个数目 我填扫绝不会 你搞错了 钱若有 我不是为了钱 我会救阿德 绝对是因为 你 陆爷 丑门您看得起 我田嫂心里 真的是很感动的 田小姐 光说是没有用的 你要知道 这事情 你回去慢慢想吧 你想清楚了 回来找我 我想爹 宝贝放心 你爹很快就回来了 天一 爹真的很快就会回来吗 可是 他们根本就不让我们见爹呀 陈副队长 扶他起来呀 陈副队长 求你带我去见我爹 妞 你为他们有什么用呢 快起来吧 我不起来 你见到我爹 我就不起来 牛 你这是干什么呀 天一 我求您带我去景局一趟 我想去求求钱队长 想见爹一面 爹 爹 天嫂 天嫂 夜晚天涼 你可得脚洗身体啊 谢谢 谢什么 我们大家都住在一个院子里 就像是一家人嘛 还怎么睡了 睡了 就是宝妹刚才吵了半天 终于把她哄睡了 田嫂 你这几天 又要照顾妞 又要担心阿德的事 我真怕 你身体会撑不住啊 我没事 不知道阿德 现在人在哪儿 其实没消息 就是好消息 至少 她没落到 钱队长的手上 是不是 如果能帮她 洗脱罪名 她就可以和孩子们团聚 也不需要这么 躲躲藏藏的 我感到这件事情 并不是那么容易 解决得了的 其实虎爷说 虎爷说什么 他说他有法子 只是 是什么 只是什么 他说他帮阿德 全是为了我 又说他 不做亏本生意 你是说 他要你陪他 千万不要答应他 一定不要去 知道吗 还说我呢 你自己不是也曾经这么想过 我跟你怎么一样啊 我就这诫命 你 反正你千万不要去 知道吗 可是要是不答应他 我怎么就阿德呀 这 这 我想 这 我想 想不到我们俩 遇到了同样的难题 算了 不要再想了 我还要去趟音乐 看一下妞呢 辛苦你了 明天我来接你的班 你别想那么多了 我先去了 是我 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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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阿德 我没事 阿德 对了 我听二过头说 你和牛失踪了 我刚刚去孩子的房里 牛不在 他人哪 牛出了意外 还在医院里 出了意外 什么意外 言言不严重啊 在哪个医院哪 你别急 我告诉你嘛 牛出了意外 我能不着急吗 我要去看他呀 我知道你急 可是钱队长到处在抓你 你就这么跑到医院去 那我等你去送死了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 我要去医院看妞 阿德 我有办法 我 是不为了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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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担心了 你爹 他很快就会来看你了 听话 爹 牛乖 现在好好睡觉 养好身体 以后你爹 就可以跟你玩了 你一定要坚强 知不知道 爹 好可怜的孩子 你一定要好起来 好 一定要快点好起来 放心好了 放心睡觉 来 小心啊 你袁总带个小丑来干什么 难道是 牛 牛 牛 都是爹不好 没好好地照顾你 害得你吃苦受累 牛你一定要好起来 要不然的话 爹真的不能原谅自己呀 阿德哥 你不要太难过吗 我怎么能不难过呢 牛的身体本来就弱 在这么一折腾 他哪受得了啊 要是有什么三长两朵 我怎么对得起他娘 阿德 别说丧气话了 牛现在在医院里不会有事的 倒是你 明知道前队长到处在找你 万一你出了什么意外 你让孩子们怎么办呢 田嫂 你不要怪阿德哥了 他也是挂心孩子们吗 我不是在怪他 我是在担心他 牛 牛 你醒了 牛 我是爹呀 爹 慢一点 慢一点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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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你没事吧 爹没事 爹没事 都是爹不好 爹没好好照顾你 害得你担惊受怕 还要让你住医院 都是爹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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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可别这样 你会吓着孩子的 是啊 你这样他不是更难过吗 爹 你怎么了 牛 牛怎么了 爹 我没事 能见到你 我真是太高兴了 爹 爹 你 你 你 我们出去走走吧 让他们两个好好聊聊 好 爹 对不起 我让你担心了 别说傻话了 该说对不起的应该是爹呀 这些日子 爹没有好好地照顾你 还要让你 替爹担惊受怕 爹 只要你没事就好 就算要牛吃再多的苦 我都不怕 牛 大小你就懂事 就有贴心 你最乖了 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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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爹也好起来 知道吗 嗯 你一定要跟前队长说清楚啊 以阿德现在的情况来看 想要救他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是绝对没有这个本事 所以只能指望虎爷您了 你错了 你绝对有这个本事 我能救他 要怎么救你快说 我会救阿德 绝对是因为 你 虎爷 丑门您看得起 我田嫂心里 真的是很感动 田小姐 干脏 光说是没有用的 严小姐 你放心吧 总有一天 你一定会跟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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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小姐 你一定会跟我在一起 说田嫂带了一个小丑到医院去 这么晚了 她带小丑到医院干嘛 我怀疑自然就是赵阿德 我已经通知钱队长 去抓人了 做得好 做得好 爹 虽然我很想接你 但是我更希望 爹你平安 我不要你被他们 抓走 妙你放心吧 爹一定会努力洗刷自己的罪名的 证明自己是被冤枉的 我不会让你们被人指指点点 嘲笑你们爹 是个杀人犯 爹 不管别人怎么说你 怎么想 我知道 爹你是被冤枉的 爹是好人 爹是不会不会杀人的 娘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相信爹 我想你保证 爹不但要证明自己是无辜的 而且爹 我还得调查一件谋财害命的事情 什么谋财害命 你 让开 让开 爹 他们是不是来抓你的 放心 爹现在是小丑 没人认得出爹的 好 让开 你 让开 前队长 你别让我 你不要进去 前队长 你让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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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叫什么 从哪儿来的 发了你 我们队长问你话呢 赶紧回答 这小丑天生是个哑巴 怎么答话呀 哑 撞龙作哑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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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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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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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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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觉得 他是真的小丑 真的 笑什么笑 站好 说的就是你 你闲着没事 叫个小丑来医院干嘛 前队长 前队长 阿德的事你是知道的 现在孩子又住院了 又没了爹 身体又肯定不好 所以我想找个小丑来 让他开心一下 他说不定心情一开朗 病就好得快 您说是不是啊 是不是真的 人就在你眼皮底下 我能骗您不成 天嫂 我可丑话跟你说在前头 这赵阿德是杀人重犯 如果你敢故意包庇 或者私下帮助他 那你的罪可是 我当然知道 我天嫂一向奉公守法 你一定要相信我才行啊 收队 走好 阿德 走 阿德 我看你快点走吧 妞有我看着呢 好 那妞就交给你了 我再找机会跟你联系 好好好 赶快走啊 待会前队长回来就麻烦了 我 我知道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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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你快走吧 你放心 娘 爹保证 一定会尽快回到大院里来 陪你狗蛋还有宝妹 但是你要跟爹保证 一定要养好自己的身子 不要让爹担心 知道吗 爹 你放心吧 我知道了 娘 阿德 阿德 走吧 娘 快走吧 快走吧 娘 爹 爹 快走吧 快走吧 别难过啊 还有田姨和玲珑阿姨照顾你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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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 啊 钱队长没有抓住那小丑 是啊 啊 钱队长非要怀疑那个小丑不是找阿德 啊 他说不是就不是了吗 啊 啊 这钱队长 他说他是派人跟踪了 可是后来跟丢了 跟丢了 这 这钱队长到底是派了哪个草包去哪呢 啊 还是钱队长他收了钱不办事啊 不知道啊 哎 哎 我又头疼了 阿彪这样吧 你马上派人去看看田家大院还有医院 我就不相信这赵阿德他放下孩子不管了 好 哎 还有 你把虎子放回田家大院去 把虎子挡到大院去 对 你知道吧 小孩子没心眼 搞不好 他可能在那边 知道赵阿德在哪 我知道了虎爷 我现在就去 赵阿德 我就不相信你 我抓不到你 玩玩玩 你下去 哎呀 你干嘛下去啊 坐这儿 好好好 来 坐这儿 驾 驾 驾 走喽 夹我屁股了 没自泡裤子吧 你裤子泡呢 你裤子泡呢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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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要回来住啊 嗯 没有 为什么呀 难道 你还在生阿德叔叔的气 嗯 我爹没有杀人 我爹没有杀人 更不是故意打死你爹的 你为什么就不相信 我亲眼看到你爹 把我爹给活活打死了 你要我怎么想 如果 要是你爹死了呢 我不管你这样说我爹 我偏要说 你们俩 停 都别打了 你们俩都是我的朋友 你们俩现在这么一打 叫我怎么办 对不起 小胖 你来干什么 来找我吵架啊 牛 牛还好吧 还在医院 听天忆说没事了 但是 他得在医院 在医院多住两天 才能出院 嗯 那就好 那 那 听说你爹 好像从老里逃出来了 那他有没有去看妞啊 你是不是想过来 打探消息后去告密啊 我 虎子哥哥 你不要去告密 宝妹 虎子哥哥 我不会去告密的 我只是想来告诉你们爹 现在虎爷也正在找他呢 让他自己小心一点 虎子 虎子 虎子现在好像没那么讨厌阿德叔叔了吧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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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疏 来 喝杯茶 谢谢 谢谢 天嫂 你干嘛就不帮我也倒一杯呢 我帮你倒茶 下杯子吧 大家都是房客 相差那么远 我自己倒送行了吧 可以 顺便帮我倒一杯 好 田嫂 来来来 田嫂喝茶 田嫂 田嫂我们俩来了 田嫂 为什么要把大家都聚在这里啊 出什么事了 我声明啊 如果是出钱的话 我们家没有 我们家没有 你别开口是钱 闭口是钱 都不好意思 我桂花就是爱钱 如果我不爱钱的话 我们家哪来的钱 每个月交房租啊 我们家小胖 娶老婆的钱哪来啊 你买棺材的钱哪来啊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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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拿 没事啊 那你也不敢说有事 恭喜你啊金宝 棺材都准备好了 你可以早点去了 我送给你 田嫂 找他们来 到底是来帮忙 还是来找麻烦的 桂花你放心 这次我绝不收你的钱 坐下吧 坐呀 坐呀 田嫂 既然大伙都到齐了 就把咱们的计划 说给大家听听吧 我知道最近大家 为了阿德的事 都感到困扰 不会呀 你不会 我会呀 那叫真是的 我说田嫂啊 你不要又出什么馊主意 把我们大家都 连累进去了 他可是杀人犯哪 哎 桂花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呢 一点都不像 住在我们大院里的人 我们大院里 一直都是这样的 大家有问题的话 可以相互帮助过去的嘛 哎呀 这话是不错 可这件事不同啊 如果也不留神 我们大家都要坐牢的 桂花 我知道你不高兴 可是帮完这一次 省得大家以后烦恼 我决定安排 阿德他 坐船离开